要赶紧带你来关心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三星要追台积电 它现在又有招了 每天都在想招 然后你就试 但试了之后 哎呀 又没办法 好 我们来看三星这回 它怎么追台积电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它的新制程啊 它的良率是零 好 那怎么办呢 它现在想一个办法 它说 挥达你有一个新的平台 你有新的技术 你会做AI 你会人工智慧 哎呀 很好 所以它要用挥达这个 OMIVERSE的这个平台呢 这平台叫什么 数位孪生技术 它说 透过这个技术 我可以虚拟我的产线 然后我可以改善我的制程 我可以良率提高 所以它想要用 这样的一个挥达技术 来挑战台积电 未来三星良语 可不可以跟台积电 一样那么棒呢 好 那但是呢 这追得上台积电吗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挥达有办法帮得了三星吗 施东哥 这个三星要追台积电 它当然想了非常多方法 有一个方法来说 我觉得这个目前为止 李在荣可以好好学学他父亲 他父亲用什么方法呢 他父亲就是 我既然打不过你 我就跟你合作 然后跟你合作 就学你 学你之后 然后再把你吃掉 为什么这样讲呢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台日 因为台日之间 目前在合作 那合作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合作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同样 吃过三星的亏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要合作来打三星 那特别是 为什么Sony要来找台积电 因为这次不是说这个熊本厂是Sony来找台积电 我们要盖的嘛 好 那为什么Sony要找台积电 因为Sony吃过三星太多的亏 好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其实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这个面板产业来说的话 是日本是领先韩国的 日本包括TFTLCD就是日本发明的 东芝发明 所以日本的这个市占率非常高 三星当时想要追这个 这个日本的这个产业 他怎么追呢 我们当时三星的老板是李建希 李建希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要改变一切 那除了这个老婆跟孩子不能改变之外 我要改变一切能生存 所以他用了什么方法 他就说 那我跟你这个Sony互相的合作 我们成立一个大的这个面板公司 我们互相来降低成本 所以你看2004年的时候 Sony跟三星就合资 成立一个叫SLCD的这个公司 那SLCD的公司里面来说 三星李建希 埋了一个巧门 什么巧门呢 我们各占50% 但是我比你多一点点 就多一股 那Sony是50% 少一股 所以变成是三星 他其实是一个所谓主导 但是他只有多一点点的 一股而已 对 但是他用什么方法呢 他就用不断的这个 让这个厂 就被这个所谓空在这个地方 我有产能的时候 我宁可先去填我的厂 我不要去下单到这个厂 所以这个厂后来变成是Sony 他负担不下去 因为他等于是被人家拖住 被人家拖住之后 最后变成怎么样呢 这个三星就说那好了 那我就把这个厂买下来好了 我把这个厂买下来 我等于是吃下这个厂 从此把这个技术完全都吃掉 Sony能不能笨 我觉得当时Sony的想法 反正我们互相合作 我们扩大 成立一个新公司 来扩大我们的生产线 然后降低我们成本 Sony当时的想法是好的 他是比较正向的想法 但是其实李建希就摆明 我要坑你 所以李建希 包藏货薪 对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吃掉了 整个这个SLCD 吃掉SLCD之后 你看后来 他整个这几年的时候 他整个营运 什么都赢过 这个Sony 特别是他2018年的时候 当年他的获利 甚至赢了Sony 375亿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Sony又赢过了 这个三星 所以我就说 事实上台日 或什么都结盟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说三星 其实不是好惹的公司 好 那为什么这一次 我们知道 李在龙现在 他已经被宣判无罪了 他现在可以开始 好好大展他的拳脚 他现在开始学他老爸 学他老爸什么意思 我就学你 我就学台积电怎么做 现在又准备要学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 我们知道之前 魏哲家不是说过一个故事吗 他说你亏打到底是不是 黄仁勋到底是我的好朋友 他说我卖你一个晶片 才几千块 然后我买一个晶片要20万 搞什么对不对 那为什么台积电 要买他的晶片 这为什么你要讲 为什么台积电 要去买NVIDIA晶片 他买他的这个晶片 进来之后改善他的制程 也就是说他导入AI 在他的制程里面 那这一套技术 其实黄仁勋他有一个叫 Universe的这个相关的技术 这个技术就用虚拟的生产线 我可以用AI的方式 不断的模拟 不断模拟的生产线之后 就用这样来改善你实际上的生产线 我先模拟成功了之后 我就放到实际生产线 所以为什么叫数位卵生技术 就是我有一个虚拟的生产线 在那边生产 那这个透过这个AI的方式 在那边模拟模拟之后 我可以实际改善你的局面 那实际改善又可以反馈回来 所以用这样来模拟 良性循环 对 那所以为什么他的良率会那么高 因为他发现很多我们人体 我们一般人没办法发现的东西 AI太强大嘛 所以现在三星知道 原来你是把这个东西 导到你的这个生产的技术里面来 所以他现在也准备要用这个 所谓数位卵生技术 提升他的良率 我觉得这个弄下去之后 的确有可能会提升他的良率 这个台积电我们要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说 他现在开始学台积电的技术 因为台积电在2nm 有导入一个叫做金贝供电 就是在晶片的这个背面上面来说 有一个供电的这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来说台积电先引入 那他想你这个引入的时候 那我也来学学你来引入这个技术 所以他准备在2nm的GAA里面 他也用这个所谓BSPDN的这个技术 那另外因为这个技术进来之后 能够让整个晶片面积 他等于供电还有从背面供电 以前都是在正面 但现在从背面供电 所以整个晶片的面积 可以减少约末百分之十九 可以让整个这个效率可以提升起来 所以等于是现在三星就是 我觉得李在龙也终于想通了 反正就学老爸那一招 我就学老大做什么 我就跟着你做什么 他就要做什么 做什么来说至少台积电是对了路 我可能我自己走路 或许是错误的 假以时日老大跌倒的时候 我就有可能会超越你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用这个策略 我觉得是正确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最近一段时间 逐克波就是META的执行长 去访问韩国 去访问韩国的时候 他当时有去这个跟李在龙吃饭 李在龙还请他去这个程志源 听说是三星的一个招待的客人 都到那边去吃饭 那当然两个公司都说 我们要扩大合作 那甚至索克波后来还建了影席月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等于是说南海现在全力 要发展AI的晶片 他们当然要拉住这些 重要公司 比如说像META的这个索克波 META之前不是都下单给台积电吗 对那为什么索克波 要跟这个影席月会面 因为事实上索克波是这样 他们现在的AI晶片有两种 一种是通用型的 通用型是NVIDIA AMD在卖的 另外一个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目前为止是ASIC 可能透过像四星KY 或是透过创意 然后互相合作之后 下到台积电 但问题是现在台积电产能爆啦 我如果我真的要扩张 这个我的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受制于台积电的产能爆 那怎么办 我当然就找另外第二供应电 所以是韩国嘛 但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 META的这个南海的营运处 就是说还没有这回事 我目前只是双方有合作的意愿 但是会不会合作 这个不知道 所以事实上这是没有错 这是韩国跟META 都这样期望的 但是前提是你三星要做得出来 你前提是三星要有那个技术 目前为止 都没有这个相关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说 目前为止是双方有合作意愿 但是合作的真实状况 是八字都还没有一片 对 所以他可能要找一个 第二的供应商 但是现在就是问问而已 咨询阶段 现在就这么 départ 放箫 至此 dod